而我们看到台湾第一次举办国际花博博览会 那么除了希望亲自参加之外 很多人也都希望可以带一点纪念品 您可知道最受欢迎的是哪一样吗 原来是花博护照 里头有专属的号码 还有纪念馆的介绍 让你可以一一搜集 我们带你起来看看 什么东西这么有纪念价值 不过是三本护照吗 妹妹怎么低着头一直拍一直拍 找到了吗 这什么 梦想馆 送给那个属主看好不好 这是你最喜欢的馆吗 对 原来这可是专门为花博打造的纪念护照 这个花博护照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翻开第一页就会看到 每一个人都有专属的护照号码 另外每一页都有专门的展览馆名称 让你去收集纪念印章 不过我们详细算一算 大约有二十几个地方要跑 好多哦 我们赶快出发吧 摊开地图把养生馆当作第一站朝着梦想前进 我盖 我在盖 新生园区五个主要馆场纪念章终于搜集完成 养生馆外形看起来像一座小白宫 花茶店印章图案是传统闽南式建筑 蔚来馆看起来像一架飞碟 天使馆采用独一无二的执事纪念章 还有人气最旺的梦想馆 我们现在盖三张啦 好玩啦 看人家盖跟人家盖 这位阿姨侯塞雷啊 竟然有真宴馆跨园区搜集花系列 冲着台湾第一次举办国际性花博 纪念护照开幕第一天 光是新生园区卖出四百多本 轻轻一盖 专属美丽记忆 不只在心里小小一本尽收眼底 中天新闻 女生要分心于台北 参观报道